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高中化学科 我们的主题非金属元素碳元素 主讲中轮高中高冠州老师 那碳在高中的部分呢分成两个部分 其中一个部分我们会专门在有机化学做介绍 那今天我们所要探讨的主题主要是在无机物之中的碳元素 那碳在生活中的应用实在太广泛了 同学如果打网球的都会知道 网球动不动发球超过时速200公里 你要回击是需要更大的力道去承受 所以这球拍既要轻巧又要可以承受这个高冲撞力 那使用碳纤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料 那桌球雨球这都是速度很快 那最好你拿的东西越轻越坚固越好 所以碳纤维都要使用在这三个部分 近年在世界上新旗鼓骑自行车的风潮 那自行车呢台湾有两大厂商 阳明国际 那好的自行车要重量轻又要有高强度 那碳纤维仍然是不二选择的一个材料 那接下来呢这是很多男人梦想 只要中了彩券一定要去买一台来开开 这是很有名的兰宝基尼的跑车 做得很像火柴盒 那他也有用碳纤维打造的跑车 全车重量990几公斤不到一公顿 高马力低重量 那他可以跑出非常令人赞碳的速度 所以这些都是碳这个原子在这些无机物上面的应用 本节的学习重点有三个部分 首先我们要介绍碳的性质 那碳有一些同位素以及同素一型体 它的性质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也有很广泛的应用 那这边我们会做一些介绍 第二个重点呢 我们来介绍一些常见的碳化合物 它的性质 第三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碳材料的应用 在生活之中有哪一些 首先我们准备介绍碳的同位素 它在自然界有三种同位素存在 分别是12 13 14 那它的原子量呢 就差不多在12 13 14这个数值 那比较特别的是碳12它是整数 那因为它是我们定义的标准 所以我们定碳12是精确在12这个部分 那中指数呢 就是左上角的质量数 减掉它的原子序是6 所以分别是678 那它们含量差异非常大 地球主要呢是碳12 大概占了98%左右 那剩下碳13有1%多 那碳14量非常非常的稀少 那它们的性质呢 那碳12它是原子量的标准 那在近年来我们就是定义一颗碳原子的质量 定它是12个基本单位 那剩下其他的原子呢 就是取跟它一样的数量 那利用它的质量的比较 去定出其他元素它的原子量 所以目前是用碳12当做原子量的标准 那碳13呢它的性质它的用途可用在核磁共振图谱的分析这边使用 碳14它比较为人所知道的呢是具有放射性 所以我们称之为放射性碳同位素 指的就是碳14这个元素 那它的半生期是5730年 也就是说它能量减半需要5730年的时间 那再超过一倍的时间 那能量再次减半 那这经历的这个衰变呢 我们称为β衰变 那β粒子就是电子 所以从碳变成带 那但这是经历一个β衰变的结果 那由于它的半生期5730年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去定义古生物之间 它存在的年代大概是多久之前 那这称为碳14的定年法 那这个定年法呢 主要是由这位教授叫李比教授 他带领他的团队 那做了很多年的实验之后 那得到的这个结果 那最早呢是1949年 那李比的团队利用已知年代的考古物 证明碳14定年法它的可行性 也就是说它的准确度是蛮高的 那到了1960年 他因为在考古遗址 以及晚第四季地层研究 那这都跟碳14定年法密不可分 那因为这个卓越的贡献 得到了1960年 他的诺贝尔化学奖 那我们从前面也可以看到 地球上含量最多的其实是碳12 那为什么碳14可以定义古生物 或是一些化石它的年代呢 那这个我们就要探讨 碳14同位素它的产生方式 那在宇宙呢 有些高能量的宇宙射线粒子 在撞击原子核之后 它会产生其他各种粒子之外 那产生了中子 那这中子呢 撞击到地球上面含量很多的这个氮 那它首先会放出一个子子出来之后 那接下来变成碳14 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 也就是放射性的碳同位素 那这个反应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在底下 氮经过中子的撞击之后 产生碳跟直子 那同学还是再次注意 左下角就是原子序守恒 左上角质量素守恒 这是合反应的平衡方式 那由于这个反应产生了 放射性碳同位素 那在空气中有很多的氧气 它就氧化变成二氧化碳之后 接下来阳光空气水 有二氧化碳有水以及阳光 那植物就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产生葡萄糖 不过同学要特别注意到 这葡萄糖里面的碳 我们指的就是经过反应之后 产生同位素这样的葡萄糖 由于光合作用产生葡萄糖 植物产生之后 一些昆虫 那就会让整个地球的生态 变得更完整 所以藉由这个循环的机制 那所以我们一般的生物体内 是有些许的碳14同位素 这样的存量的 那这定年法的使用呢 在生物生存的时候 由于生物都会呼吸进食等等 可以从外界摄取碳14 那所以会造成体内的碳14跟12的比值呢 会跟外面的环境是一致的 只要你存活 那这个比值就是一致 那生物在死亡时候呢 我们不会呼吸 不会进食了 所以尸体里面呢 或一体里面 它的碳14进行衰变 就逐渐的减少 使得它的比值发生了变化 那刚才前面讲到 5730年 5730年这是一个半衰期 也就是能量减半需要5730年 所以我们只要去探测 这个化石它里面 它的碳14如果含量只有25% 那就要再经历一次半衰期 变成11460年 就是一万年前 所以藉由这个方式 我们去测定古生物 它的存在年代大概是多久之前 不过这方式呢 也有一些限制 就是当如果在5到6万年这么早期 那经历过很多次衰变 它的含量会低到测出来不准确 所以这是它一个局限 就是只能在这个年代之前 那这个定年法呢 也很容易受到 比如说火山爆发等等污染的影响 而影响它的准确度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准备探讨碳的同素一型体 所谓同素一型体指的就是由相同元素 依照不同的结构 去形成不同的物种出来 那首先我们介绍这三个 第一个看到的是石墨 那同学从国小用到现在的铅笔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石墨 它的结构如有图 我们从这个图形可以看出来 一片两片三片 它是一个二度空间的一个网状结构 层以层之间呢 这个虚线的点就是利用分子间的引力 又俗称凡德瓦里去结合 这引力非常的弱 所以它层跟层之间呢 彼此可以滑动 所以有人把石墨当作工艺用的润滑剂 就是因为它这样的特性 那它的混成呢 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碳原子 接了旁边一二三 黑色就是碳原子 每个碳接三个 因此它的混成是sp2 角度120度 那它的性质呢 是同一层之间可以导电 那这原因是因为在每个碳 跟另外一个碳原子之间 有个2P轨域 它平行重叠形成了π键 那有π电子 在这整个层之间 那进行了自由的移动 由于这个自由移动的电子 那使得石墨可以导电 所以石墨它是一个化学性质安定 耐辅实 那具有导电性 很好用的一个材料 接下来我们看到钻石 那钻石呢 是地球人们非常喜欢的东西 那钻石的形状颜色 跟刚才看的石墨 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这主要就是因为 它的结构跟石墨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 每一颗黑色的碳 旁边接一二三四 每颗碳接四个 它是一个三度空间的网状结构 那由于每个碳接四个碳 因此它是sp3的混沉 角度109.5度 那钻石它的特性 是地球上最坚固的东西 导热性非常的好 那为什么钻石很容易导热呢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 对称的一个结构 所以只要一点点的热能 传到某一个碳原子 这个碳原子就会把热量 平均分散在周围 跟它一模一样的碳原子上面 所以它的传热能力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们把钻石做成薄膜 涂布在太空桌的表面 那它可以做很良好的散热现象 那钻石无色透明 具有高折射率 所以呢 它一般是当作观赏保值来使用 那又由于它的硬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可以再用在探勘 那甚至磨 销切的工具 那利用钻石是非常适合的 那最后我们介绍巴克球 它有好几个不同的名词 那有人叫它巴克球 也称为碳六石或是富乐锡等等 那这是巴克球它的一个结构 我们从这个结构呢 大概可以看出来 它有五圆环 有六圆环 六圆环 六圆环之间彼此相接 但六圆环又会再接五圆环 所以有五圆环的结构 使得碳六石变成一个封闭的一个圆形结构 那我们统计过 每一个碳六石分子 它是有12个五圆环 跟20个六圆环交叉组成的 那它是元素分子 因为它每一颗都是碳 总共60颗 那它的混成鬼运呢 SP2 那由于有五六环的关系 所以它的角度也有两种 那我们发现呢 由于它的对称性 球形的结构 使得它的拍键重叠比较不完全 所以它的共振现象比石墨差了很多 因此我们认为它的导电度是不好的 那近年也发现 在这么完美的结构之中 我们添加入金属的参杂物之后 竟然导电度大幅提升 甚至在很低温的情况之下 也具有超导体的特性 所以相信在未来对碳60研究更深入的话 那我们有可能制作出非常特殊的一个材料分子